Loving Family 真爱在我家 这里是佳音广播电台FM90.9 现在为您播出的是真爱在我家 Loving Family 我是金培文 这个节目是由台北纪录之家 天圣传播协会和佳音广播电台联合为您制作的 我们同时在罗东的Love Radio FM90.3 90.3从5点05分到6点钟为您播出相同的节目 其实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兴趣 即使你这个时段无论是现在4点05分或者是5点05分 你都没有办法收听 你可以到佳音电台的官网 然后点阅真爱在我家这个节目 那不但是可以收听到今天的 在过去我们的所有的节目你都可以收听 那你想要听什么样的类型的 你可以打上你的keywords可以搜寻 那我们的节目都在佳音的官网上 你随时都可以听的 那我们同时你可以到那个官网上 然后下载那个APP在你的手机里面 那手机里面你是更是随便走到哪里 你有时间你就可以打开来听 我们有很多的朋友 谢谢他们常常说坐在路上捷运上 在工作场合看到有些父母亲 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好像方法不太对 他们就会主动拿手机说来给你download一下 这个APP真爱在我家的节目 因为这个时代真的很多时候父母是还不知道自己的生命 还不够成熟的时候就必须做父母 强迫自己做父母 所以很多都是在摸手中学习 那盼望真爱在我家这个节目呢 对这些做父母亲的会有帮助 我们一起来学习 我们也从别人的身上来学习 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再次请到徐柏月 英霸在我们中间分享 若是昨天你没有听到他在我们中间的节目 你也可以上网去收听他的节目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 我们再次请到英霸在我们中间来分享 他原来是一个飞行员 然后怎么从一个飞行员进到神学院去读书 然后出了神学院以后就一段时间去沉淀 然后要知道他自己到底在寻求的是什么 所以全家就到了以色列去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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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老师一起参加广播论 就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 因为可以看到一个榜样 一个生命在我面前 那其实真的不是每一个人 都有办法做父母 那我的大儿子名字叫以诺 当时以诺取这个名字的时候 充满了对他生命的期待 希望他与神同行 三百年觉得好棒 而且被神接走 没有经历过死亡 可是当我到以色列 的时候我才明白 原来以诺他生了 马赌萨拉之后 他是六十五岁生的孩子 结果三百六十五岁就被接走 可是那时候在上古时代的 寿命是七百八百九百 他很早就被接走 我才赫然发现 以诺是当了爸爸之后 体会天父的心 才开始与神同行三百年 所以说当你成为 新手爸妈的时候 不要担心 你有个很大的祝福是 你要开始与神同行的 为什么 因为你做了你的 不懂得肉身父母的心 自己的肉身爸爸妈妈 你不了解 可是你开始了解 父母的爱的时候 你就能够立刻去感受到 天父的爱 而且我必须很残酷的说 父母的爱都不完整 因为天下 没有不是的父母 这句话是错的 应该是天下都是 不是的父母 只是我们美化他 真的没有好爸爸 包含我自己 真的没有好妈妈 包含你 但是当你在这个挫折的过程当中 你唯一能够寻求真正的帮助 就是天父爸爸 所以我在亲子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从关系的恢复下手 第一个我跟孩子之间亲子关系的健康 第二个我学习着去饶恕和解 上一辈对我教养的伤害 他们不是故意的 他们是在期待当中不断的伤害我们 他们绝对不是故意的 而且他们绝对不知道他们做的这些事 但是所有听众这些事 你现在正在做 你还在伤害你的孩子 拿到这些关系之后 我们必须跟天和好 完成这样的关系 是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 跟我们孩子好的关系 其实是我们自己 跟我们的父母亲的关系 必须有个恢复 好 我们休息一会儿 我们今天等一下就进到下面的话题 请大家听一段音乐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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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ing family loving mom and dad 请听爸妈心中话 分享爱的真心话 这里是佳音广播电台 FM90.9 现在为您进行的是 loving family 我是金培文 今天我们再次请到 英把徐博越 博越在我们中间 跟我们分享 他的一些领受的教育观 我想我非常的好奇 刚刚都提到他的孩子在以色列学习 然后他们到了美国去读的军校 那我想很好奇你跟你的孩子 怎么样会变成一种朋友的关系 而不是以上对象 那个权威式的教育 其实很重要的观念是 你要认清楚孩子生命的价值 当你发现他不是你的 是上帝的时候 你要特别敬畏 你要非常小心 你如果认为孩子是你的 你基本上 你教不出卓越的孩子 你只有认定他是上帝的礼物 如果我们这样很多古装剧 都看就是说假设金的时候 哎呀皇上说我赐 赐你黄金五千两 那个赐 是无条件的恩责 就是收嘛 生命是最大的礼物 上帝把生命赐给你 那个叫做宝贝 那个叫做孩子 说收就收 说收就收 所以人家告诉我说 你孩子在军校 如果意外身亡 我说那就收走吧 因为他属于上帝 他不是我的孩子 他真正的身份是 他是神的儿女 我只是成为他的父亲 享受这个爱的关系 我享受了二十年三十年 那够了 决定在上帝 所以说 有他人的生命观 价值观 不会有那么多的牵扯 你如果认为孩子死你 他真的发生意外 离开了 你会受不了 因为你失去了 不对 那是神所赐的生命 老大说收就收 你一句话都不可以多说 皇帝说 我今天五千两皇金收回 你只能说谢皇恩 对这是一个基本观念 所以当你认定 孩子的生命的价值 跟均匀的时候 你会改变你的教养方式 你会非常的紧张 你会非常的担忧 因为你真的怕你交不了账 所以说你会用尽各种方法 所以犹太人的教育 就是不断的 不断的 不断的想尽办法 让他认识生命 认识真理 认识天赋 那我们的方式不是 我们方式是不断的 用我们的价值观 用我们扭曲的期待 在对孩子 给他们很多很负面的教导 一方面又用利益来诱惑他们 所以说我们的孩子是很激辛的 所以当我自己学习 我连打小孩这件事情 我都在跟犹太人学 我小时候跟 小时候很小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成长过程当中 就是不断的被打 然后考试考不好就打 然后老师就抬一排 没有90分 扫几篇打几下 大家就抬一排这样打 那每天打 那我跟我说 我教育孩子 我说长大之后 我绝对不打 可是我书上写 我绝对不 后面逗号打小孩 我还是忍不住打 然后打一次后悔 然后安慰他们 然后加倍拟爱 打两次 到最后打到最后 自己没有自信 有一天 看着他们在哭 在跳 在叫的样子 因为有生气 修礼 欠修礼 可是上帝让我看到说 博越 你打的是你的影子 你打的是小博越 你打的是你自己 因为你的恶行恶撞 孩子每天跟你生活在一起 看得活灵活现的 他只不过是活出 你的丑样子 这些样子 是你最痛恨 最恨恶的 你的孩子 全部活给你看 那个失败的你 你要把他打走 你就愤怒 你就发狂 后来我说 主啊对不起 我错了 我开始学习犹太人的方式是 你做错了 你告诉我 错在哪里 有没有改善的方法 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如果有 爸爸不打 如果没有 我教你 但是我还是要修理你 我要警告你 你要罚站 甚至你要接受处罚 结果我没想到 我跟他处理完之后 他居然举功跟我说 谢谢爸爸 因为他感受到爱的管教 对 所以 所以我们 错误的期待 加上全力以赴的投入 结果就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然后就会失望 对 伤心 然后就开始埋怨 然后就开始虚伪 所以说我们华人的亲子关系当中都存在很多的虚假跟尴尬 那美好生命的关系就破坏殆尽了 起因在于 你不知道 这么宝贵的生命不属于你 所以说你把它还给上帝 所以我们家有一句作为名就是 自己的责任 自己负 谁都不准影响谁的幸福 意思是 个人的账 个人交 审判才前 爸爸帮不了你 你自己跟上帝交账 所以 现在想到我们的孩子在美国受训 其实心里面是安慰的 是欢喜的 是快乐的 那他们在西连军校的受训 在维吉尼亚军校的受训 他们是台湾亚洲的孩子 可是他们在团队当中的表现非常的卓越 而且是出色 那弟弟那时候在西连军校的入武训 他们只有完训的时候有一个实战的测验 他们的实战测验是 请现役的海豹部队 绿表帽部队的学长 进到队伍当中去做破坏 去做渗透 那你们只要被他们贴单子之后 你们整个team就完了 整个中队就完了 那我们家的儿子 知道说他找了八个同学去埋伏 然后做假的突袭 对 然后假的 因为那个学长就放完 你们隔天全部都要被 被我们处理掉 结果他用假的黄色炸药 然后用机票去引出他们之后 他们从山头另外一边 把八个信义军官全部服录 然后绑那个塑胶带 拍照上船 对 然后他们全中队睡到隔天中午 然后造成骚动 他说没有任何入屋生 把现义军官全部俘虏掉的 对 他就带着同学去做这些事情 因为他小时候跟哥哥两个人 喜欢玩生存游戏 我记得那时候在苗里大湖 他们两个就是露营之前在烤肉 结果哥哥躲得非常的好 弟弟找不到 弟弟就打电话给哥 说哥要烤肉 爸爸说要吃饭了 哥哥站起来 看到了就把哥哥打掉 这个智慧是他们自己长出来的 他们就是这么的调皮捣蛋 结果在学校里面 就是非常受欢迎 然后我也要提一点 就是当他们准备要去美国的时候 我跟他说孩子 你到美国有种族歧视的问题 因为老白会欺负老黑 老黑会欺负老黄 连墨西哥人都欺负黄种人 他说爸你不用担心 结果他自己学双结棍 然后开始练 练一练 我说有模有样 可是你在练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像李小龙这样子 他说爸不用 那个打到头就很痛 结果他去美国的时候 他把他的双结棍 桃花西木的双结棍放在他的心里 结果他们心生很苦 一结束之后就被挑衅 Chinese功夫 Chinese功夫 You can show me 就这样一直给他挑衅 他说OK Let me try 他就把双结棍拿出来打 打完之后 那个佛同校长傻眼了 然后同学傻眼了之后 说你这个可以当才艺表演 他一表演完之后 隔天他的英文名字叫布鲁斯 那我说你跟谁学 他说爸我跟YouTube学了 YouTube是我的师父 是对 孩子自己为了生存 他们上帝可以给他们智慧 赢得尊敬 所以说这样的孩子 你担心什么 这样的孩子你担心什么 你根本不用担心 你只有拍拍手的份 对所以我说教养成功 那个没好的关系 当他跟你分享的时候 其实我在我的脸书粉丝当中 他们有参加很多的竞技比赛 他们在一年级就带着全队 拿到荣誉备章 可是他写 他下面写得轻轻松松 可是我跟他说孩子 你让爸爸心疼大于骄傲 对如果一个孩子能够努力到 让你心疼 我相信你是全世界最骄傲的夫 是 对他一定听得也很开心 他可以感受到爸爸对他的爱 对所以我就说 哇当一个犹太人的父母 你就会一直心疼 因为他们都做很棒的决定 你发现你的智慧 你的能力 你根本教不出这样的孩子 对所以我常常笑成 我不是鹰霸 我是台湾鸟霸 沾孩子的光 是因为这件事情 让我学习更谦卑 因为我只是把他们还给上帝而已 我什么都没做 然后他们自己跟上帝负责 每一件事情做最好的决定 天哪 我就是享受惊喜 那当时你们在台湾的时候 你们是怎么样 家庭生活 怎么样来维持一个 其实我会跟各位听众讲一点 非常重要的是 在我上一集 我有给他们落企 他们的成绩都很差 可是他们有一点非常值得骄傲的 是他们国小国中 每一学期都有一个全校第一名 就是请假 真的真的真的 你带着他们去硕西 带着他们去登山 因为我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在旅行 露营跟活动当中 可以认识生命 看清楚他们的弱点 所以我们家是这样子 我们每一年 就是12月底的时候 我们会做一个年度的家庭安排 那我会把一些固定的活动 假设9月要去游日月谈 好9月 就是月谈 然后我们家要求 每个月有一个晚上一定要外宿 一个晚上 那如果能够出国 就四个晚上五个晚上 但是活动都让孩子自己来讨论 我说爸爸有预算 因为我们飞行员有免费票 我们可以去日本 去中国大陆 你们选 然后形成你们来规划 在旅行当中 他们发现到父母的恩情 父母的付出 他们发现资讯的收集 他们想象 所以说讨论比较 讨论交友比去交友好玩 对 所以我很鼓励全家去做活动 然后让孩子自己去策划 对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 让他们自己活出自信 然后活出自我 因为父母亲 让他们自己做决定 我们进一段音乐吧 等一下就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他的孩子用他的那种智慧 不能说是狡猾了 来赢得一个游戏的胜利 那在你们家庭生活中 你跟你孩子的 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 比如说他们一定是调皮捣蛋 那碰到这种状况 你是怎么去处理的 其实每天都在斗智 对 然后我觉得就斗成两把 对 那开玩笑 其实在尊重生命的前提当中 跟孩子的一些互动 因为我本身要飞行 我的跟孩子的相处时间不多 但是我很注重那个爱的品质 那特别跟所有的家长分享就是 当你跟孩子说话的时候 四眼相对 看着眼睛 那他只要没有疙瘩 没有困难 他会凝视着你 那你可以从眼神当中 因为眼睛是灵魂之窗 你就可以知道他心理的问题 那在这种互动当中 可能三分钟 看着他说 那记得我说的 在家里一定要说实话 包含我公司去年结束 我失业了 我也跟孩子说 爸爸失业了 结果得到的 不是孩子的情感 他说 爸太棒了 你这个叫做燃烧间歇症候群 你接下来会有更多的事 趁机休息一下吧 对 孩子知道他爱你 他不会因为你失业而不爱你 他知道你的爱 不会因为你没有工作而不爱你 反而给你很多 很奇妙的那种支持 而且当这些话 从你的孩子口中说出来的时候 那种力量是无法想象的 对 因为觉得那是一个生命爱的关系 而且他们就是一个大人 对 所以在跟孩子不断不断的学习 成长过程当中 我发现最大的受益者是我们 因为我们之前成长的过程当中 爱不够 所以我们会倾心全力的去爱我们的孩子 那 这就是所谓的亲子关系 可是 我们有没有试着去想一个问题 叫做子亲关系 孩子对父母的关系 你关心你的孩子 你担心你的孩子 在这个当下 你是不是愿意手机拿起来 打个电话说 爸你还好吗 妈你吃饭了没 多数都不愿意 因为不愿意面对 因为太多太多的因为 可是上帝让我学习到一个功课就是 纵使再多的不对 谢谢爸爸 谢谢妈妈 你们好不容易把我生下来 生下来最大的好处呢 是 我认识了上帝 我认识了生命的源头 然后呢 我愿意原谅 饶恕和解之前的伤爱 是因为我生命当中有你的血液 一半爸爸一半妈妈 而且我爱你们的方式 或许听众们 你的父母不在 但是 你的孩子有四分之一 当你爱自己 当你爱孩子 你得爱你四分之三的爸爸妈妈 所以跟父母之间 爱的和解 那个饶恕 可能没有办法面对面 可是你要感谢他们 给你生命 因为你也是上帝的礼物 透过他给 然后你会发现说 原来我能够对等平衡的 对待恩亲 跟对待子女的时候 天啊 你教养的能力会整个爆炸出来 你会发现你很平衡 你很同理 你会发现原来是爱的关系 上帝对我们的爱 是成全上一代跟下一代 那你会发现 以诺与人同行 就是这个关系 与诺与神同行三百年 是因为他当了爸爸之后 他跟他原生的爸爸有冲突 他跟他自己的孩子有困难 可是他试着去恢复 人跟人间 对上对下的关系的时候 天的关系就完成 所以说神很喜悦他 与他同行 是因为你非常懂爸爸的心 所以说我跟弟兄姐妹 分享一件事情是 什么叫做爱主 我们讲说爱主 你的上帝要爱神爱主 爱主的意思 如果把它翻成白话文就是 做一个让天父爸爸开心的孩子 意思就是说孝顺 你是我的儿子 我所喜悦的 对 所以你要爱上帝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做了每一个决定 你的天上爸爸想到都会笑 看到你都会开心 你这就是爱主你的神 而不是假进钱 所以我在教会付到很多家庭 是说应吧 我们孩子都不进教会 我说你孩子不进教会是爱你 他说为什么 他说你在教会里面 你装得很辛苦 因为你做不到你还在装 然后你不进钱 你在教会 哈利路亚 阿们回去打麻将 打牌 然后打架 然后你叫我怎么进教会 那进教会又 阿们哈利路亚 我也很乖 我说父母 父母做不到 又要装 孩子看见心疼 他们用一种拒绝跟反叛的方式 是说爸妈我还爱你 因为我不喜欢你这么辛苦 这不叫做叛逆 这叫做他还爱你 如果今天孩子转身走了 是你们完了 所以说当孩子叛逆的意思 你要意识到是说 他还爱我 是我哪里不对 然后几乎很多父母 听完我的分享之后 说是 是因为我们做不到 却我们要装作有 那孩子当然 没有办法给你有更好的一个 美好的一个生命关系 所以那你跟你的孩子相处中 有没有很激烈冲突过 很少 基本上 应该这么说 就是其实他们的很多决定 我在他们做决定之前 我明明知道他们会做错 但是我会想尽办法把资讯 更客观的跟他分享 让他们去思考 让他们思考之后 他们真的错 我OK的 但是基本上思考完之后 他们大概都会做一个很聪明的决定 很精明的决定 所以决定权是他 对 那 问题 问题的处理是我 那我也可以讲一段就是 当我的孩子他们在国中成长过程中 他们打电动玩具 的一个问题 你可能没有办法想象 我们的孩子是 每天晚上 11点 kiss good night 11点半 起床 打到早上4点 连续打 一个半月 你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住三楼 孩子住二楼 就知道有一天 我们家对面大楼的妈妈 大概我们隔一百多公尺 她说 为什么你们家晚上二楼的灯都是开的 我们在惊觉有问题 然后 我太太就有一天 不知道为什么 就到一楼去拿水 就看到灯是亮的 半夜两点多的时候 他们两个兄弟那边 左边左边右边 在那边打那个对战 他们跟大学生打对战 然后组队 同学就一直杀一直杀 他成绩打得蛮不错 然后他们就说 关掉等爸爸回来处理 结果那天 我一回去处理的时候 两个儿子坐在面前 吃饭头滴滴的 他们知道 那个支持近乎 就头都不抬起来 我筷子一放 我说 我说头抬起来 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犯了一件 最严重的错 是爸爸不能接受的 你们把 爸爸伤心难过的这个错误 你们说出来 是什么事情 让我这么伤心 他说 爸我们忽略了你的信任 我说不对 爸我们没有节制 我说不对 爸我们 就是不注意 生长时间的休息 我说不对 爸我们 我们讲一大堆 爸我们电脑 要把它说明 我说不对 你们讲的都不对 这些事情都小事 你们犯了一个 最严重的错误 我非常的伤心 我甚至想想 可能没有办法原谅你们 他说 爸你请说 我说 这么好玩的游戏 为什么不找我一起玩 你们太不够意思了吧 好吃好玩好用的 你们什么时候把他当朋友 他说 爸 你要飞行 你要注意安全 你不可以熬夜 我说你也知道 他们一定觉得很劲爆 爸爸怎么会用这种 因为我觉得打电动 不是犯罪 我干嘛打你 他是一个瘾 但是一个瘾 你要解瘾的方式 不是定他的罪 而且要告诉他 还有更好的选择 还有爱的关系 那我说 想个办法解决 他说 爸我们 功课写完再打 然后我说 每五十分钟 休息十分钟 他说可以 那要打打个招呼 那随便玩 开心怎么玩 那你跟同学 不要失信了 但是功课要先做完 我说爸 没问题 那我说 那愿不愿意教我们 愿不愿意教爸爸 爸你可能学不来 所以你还是容让他 这样子可以玩上对 没有 功课做完 你要有节制 要有纪律 你要试着事情的轻重 他就知道 他们做错了 但是为了这爱的信任 他们觉得 他们要改变 改变的话 从他们嘴巴出来的时候 爸我们礼拜五 下午功课写完 礼拜六功课写完之后 礼拜天早上上完假 我们礼拜天下午拼命玩 我说他要打篮球 他说可以 那就跟同学改时间 他们不是背着我 不用欺骗我 他们玩是光明正大的玩 那他们后来发现 打电动没什么 因为他们做到 自己主要的责任 就会把次要的事情放开 对 对 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爸爸 我刚才在想 你在讲的时候 我还想 哇 到底是犯了什么错 我也在想 到底犯了什么错 结果是 没有江湖道义 孩子你这样子 给你吃香喝辣 你这样对我不够意思 对啊 我觉得怪不得 你的孩子服你服了这样 因为觉得爸爸常常是 出乎他们意料的 因为我看到他们生命的价值 因为他们自己对上帝负责 所以我根本不用生气 那是你的问题 对 孩子的问题 如果是父母的问题 你父母一定不快乐 父母完蛋 我觉得你太太在旁边 一定也傻眼 怎么是这种 这种的回答很特别 OK 非常的精彩 我们还是进一段音乐 我们在后面最后 这一段的分享 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假许 livre》 《假许多年 29辅周》 《假许多年 3》 《假许多年 30辅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里是佳音广播电台FM90.9 现在为您播出的是 珍爱在我家LovingFamily 我是金培文 这个节目是由台北基督之家 天生传播协会和佳音广播电台 联合为您制作的 我们今天再次请到英霸在我们中间 那也很特别 因为英霸他一面在 接受我的访问的时候 他网络直播 所以若是你有兴趣 要看看我金老师金培文的真面目 跟英霸的真面目 请你上到英霸的粉丝团 然后在FB就可以看到 因为今天有网络直播 你可以去点阅一下 就可以搜看在网络上 那我们继续来谈 刚刚你讲到你两个儿子 那因为你是爸爸 男生跟男生的 用这种叠对叠的这种教育方法 那如果我在想说 你没有女儿 如果今天你有女儿 你会用什么方式来教育 其实我在分享的过程中 也有同样的家长说 英霸你两个男孩 我有三个女儿 然后三个女儿脾气 个性都不一样 很麻烦 然后问我 他觉得 他觉得可能我对儿子 这样很成功 对女儿这样可能我就一脚不通 我说你错了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不管男孩 不管女孩 他们每个人都各怀各态 都在为自己的好处做决定 他们都会做选择 你只要教会他们 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你就是一个轻松的爸妈 所以说我在我的书本的首页 第一句话写机长 这是我们机长圈流行的一句话 机长 Captain 你有权可以做任何的决定 因为机长很大 因为我们爸 我们关机他们在 有明阳局的法定职责 我们可以做很多决定 但是你只能够做最正确的决定 教导孩子做一个生命正确的决定 不分男女 不分男女 上帝的审办 在审办台前 不会因为你是女生 就可以打八折 所以三个女儿又如何 每个孩子 大姐 二姐 小妹 你们做任何决定 买化妆品 买高跟鞋 自己决定 自己负责 你的教养是轻松的 对 所以 所以 所以我 我觉得犹太人的智慧就在于 孩子 你赶快长大 赶快成熟 还给上帝 爸爸妈妈就轻松 接下来呢 你们会不断的来找我 所以 当我这本书写到最后的时候 那个 那个主编他就很纳门 他说 他说英爸 你一直说你对孩子没有期待 可是我隐隐约约觉得你对他们有很深的期待 我说其实我希望他们能够在未来的世代能够成为一个领导领袖 但是这个领袖的定义是做好决定就可以了 而不是做大事做大官 那他说你有没有更具体的期待 我说有啊 有六个字啊 他就说那能不能透露一下 那个笔要写 我说不要写 不要写 这两个字我讲一遍 所有的听众你一辈子都会记得 我对我孩子最大的期待就是 不要跟我借钱 对 当你的孩子 想要给你借钱表示他的欲望太多 财务管理有问题 然后他给你借钱表示 你们的关系借钱不管伤感情 然后我也发现台湾的男性很痛苦 因为很多听众是女性 我必须帮女性说说话了 我们台湾的男人很辛苦 是因为都被期待 成功 百万富翁 可是过了三十岁 四十岁 五十岁 以事无成 这时候他们最大的期待就是 周公阿三 等着分遗产 爸爸死了一夜死了 可以分到一家地 分到两千万 你们大家给我客气点 老子有钱 结果天天上演 然后猜到 争夺一层的社会新闻 犹太人是认为 孩子 你们离开 因为我们当时住的社区一楼 有个犹太父母 那个爸爸是从集中营 被送出来的 他们那个火车 他们把那个站旁边板子拨开 把他推出去之后 他爸爸妈子跟他讲一句话 Be good 就跟他天然永哥 那个犹太人是很富有的 他过世的时候 我们跟他太太聊 他们举哀 在家里聊天的时候 他们孩子从国外回来 都穿黑色的西装 我们就聊聊 聊聊 因为我们也不方便 吃蛋人家的饮食 我说那你们留给孩子什么 他就知道我们东方人在问 他说你是说财产吗 我说对 他说有我们孩子有四个 我们一个人会留下 一块钱美金给他们 我说完达了 他说对 因为我已经给他们一生满满的智慧 他们不需要我的钱 如果我的孩子需要用到我的钱 他是羞辱我 羞辱我跟我的先生 天哪 各位台湾的父母 再想一想吧 如果你把你的钱留给你的孩子 留了一千万 他也要拿你一千万里面 拿了两百万去买冰事车 他是在践踏羞辱你一生的智慧 对 所以他们把全就是捐掉 不然就是做信托 不然就是给那些更值得栽培的孩子 所以这些观念不断的冲击我 我后来发现 原来我们华人世界的那个期待 事实上就是自私的期待 我们那些盼望儿女成功 都是为自己 可是到最后发现养儿没有防劳 到最后都在防贼 是 所以当我自己深深的在这些反省过程当中 我发现原来我只要把他们还给上帝 让他们自己对上帝负责 我们家就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对 所以那个关系是越来越甜蜜 而且每个人打电话给你 有时候我们用个那个message 事情的时候 全部都在脸通通跑出来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在讲自己好玩的事情 对那 他们在西连军教在围经历军教 他们会看出他们是不一样的孩子 那顺带一提示 有一次我在吃饭的时候 跟一个军方的长辈 他知道我孩子很优秀 他就指着我说 你的孩子很优秀 去美国读军校 一个西连一个吉尼亚 现在中华民国跟中国 大家都搞不清楚了 你将来中心思想 你要帮哪一国 我一听好无聊的问题 这些是标准的愚蠢的问题 我说对不起 我的孩子 他是上帝的孩子 他们今天学习 从小学习 今天爱人 他们回过服役 他们回过服务 回过服役 他是要见证上帝的荣耀 他会让他的部署知道 他是一个有爱的长官 这就是他生命最大的目的 你们不要把政治的意识 把所谓的国仇家和民主意识 灌上去 我的孩子任何时候都会做一个 对上帝负责任的好决定 我们当兵 我们当学生 我们遇到一个爱我们的老师 那是一生的记忆 你根本忘不了的 那 那为什么我们永远要用意识形态 用我们狭隘的私利 在扼杀我们的下一代 事实上现在社会的纷争 蓝绿的纷争 蓝绿红的纷争 如果能够影响你 你就不是一个属上帝的父母 因为那些都不重要 那些都不重要 或许那些事实都很残酷 可是真理是什么 真理是我们是上帝最宝贝的儿女 你也是 我也是 自己责任 自己交账 所以我叫孩子 叫到最后 我发现我有点紧张 是因为 哎呦 爸爸也要跟上帝交账 你也跟上帝交账 我们大家到神派台前 是兄弟 是生命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发现 家里的关系 跟神的关系就很健康 那信仰就自然落实在家里 所以说我是一个 不假装的爸爸 那孩子成为一个 不假装的孩子 我们进教会OK 我们进到庙里面 我们OK 因为我们知道天父是谁 对 我们到任何地方 我们都可以被成全 那到任何地方 都可以进入生活 对 所以不再有那种 所谓的宗教的挟持跟担忧了 很快乐 我注意到在整个 你在分享的过程中 你非常一直在强调 自己的事情 自己负责任 自己爸爸负我的责任 妈妈负我的责任 孩子负责任 这个负责任是从 你多大的时候开始 赋予他们这个观念 其实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我们还有两分钟 OK 其实责任跟真理有关 责任跟真理有关 你如果要明白 上帝的真理 请你先负责 你在你的工作岗位 你做你该做的 或许很无聊 千篇一律 可是你只要做到 你该做的 神就算你唯一 他认为你是一个 负责任的孩子 你跟真理 就是一线之隔 你只要明白 那个救赎的关系 你就属上帝 但是你不能负责任 你又明白真理 你又做不到 你就会走向宗教化 开始像法利萨一样 去装 夹进钱 对 那我也跟各个报告 我去一次看过 他们对上帝的态度 你会发现 天哪 我到哭墙祷告完之后 我一转身就走 他们不是 他们是退退退退 退到不能再远的时候 侧身离开 我发现 他们对上帝的 那个敬畏的态度 是又敬又畏 那我们不是 我们是在利用上帝 所以说我们 华人的教养当中 利用儿女 利用教会 利用上帝 利用到之后 我们的利用 被孩子看穿了 孩子不爱我们是正常的 因为我有一对 非常虚伪的父母 所以说教养的关系 一定出问题 所以说 其实 真正教养的关键 是在于 我们跟神的和好 对 那那个和好 你的练习的环境 就是亲子跟子亲 对 练习跟孩子和好 练习跟爸妈和好 你一定跟上帝和好 孩子也看到你 跟爷爷奶奶 对 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所以孩子 孩子 他可能做不到你所说的 他却能够活出你所做的 你爱你的爸爸妈妈 那份帮他剥个瞎子 孩子看到 他也会 是 对 这样就够了 那这就是天人合一 这就是跟上帝爱的关系恢复 结果我们都不做 那一天待会 哈利路亚阿们 然后求上帝帮助 结果回到现实生活当中 又是一样的不负责任 常常就说交给上帝了 对 那所以我刚刚跟老师说 你问的非常的key point 就是责任跟真理有绝对的关系 所以说叫孩子负责任 孩子就会进到真理里面 他们发现原来生活都是信仰 信仰就是生活 对 所以我发现 哇我以前在教会的痛苦 我竟然都被完成了 好 真的 我觉得很棒 其实从整个 整个听到我们的鹰爸讲 教导孩子从小 对自己负责任 然后父母负责任的榜样 是相互影响的 刚提到天人合一 我觉得这是给我们 需要很深的去 去我们有些检讨跟省思的 好 我们休息一会儿 我们见到我们今天最后的爱的小雨 马上会来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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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不行不能了 我们就必须要做结束 所以在最后面 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爱的小雨 我们请尹巴再次 跟我们来弟兄姐妹 听众朋友有一些的勉励 是我在书本上最封面这样写 从小培养孩子 独立思考的能力 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因为你给他满满的智慧 所以说他们会做出 负责任跟好的决定 他们赢得的是人心 赢得的是尊重 那亲爱的父母 你千万不要把金钱的数字 当作他们人生 必须要赢得的数目 他们赢得一个爱的关系 赢得被敬重 其实那是一件 很特别的事情 我们的弟弟 他在今年四月份 参加一个特战比赛 他一年级 规定一年级 有两个预备选手 他被叫进去的时候 学长看不起他 因为他们练了两年 结果孩子在 24小时的战绩过程当中 因为晚上下雨时温 他躲到厕所 睡觉 吃热 各天早上精神百倍 帮全队抢分 抢到之后 他们全世界有18个国家 加上进去西远军校的队伍 前三分之一 可以拿到荣誉备账 结果他们 待全队拿到荣誉备账之后 学长集体跟他经理说 因为你 让我们拿到备账 他才一年级 他是上帝的孩子 对 那这个可以拍电影了 很特别 那他才一年级 对 所以说他现在挂一个 西远军校橘色的背账 因为他们校困是灰色的 那这个背账 带上去 人家都会跟他经理 因为那个 圣哈斯特 那个是一年才一次的战绩 而且所有队伍 俄罗斯 德国 泰国 日本 韩国都参加 加拿大都参加 那前 前20名队伍才有背账 他们西远军校学长拿到了 泰国 今年还棄赛 对 就是从早上11点 比较隔天中午11点 24小时 没有间断 对 那他就是晚上偷偷跑到厕所 所以因为那天下雨 温度大概两度到四度 大概一直在发抖 他听到学长压子在打站 他就自己躲厕所睡觉 开那个牛肉包的热食 就一睡之后 隔天早上活蹦乱跳 都冲第一个 就是 就是energy boy 对 所以我就说 其实那个智慧 是他自己对上帝负责的结果 所以说祝福大家 有一个美好爱的关系 是 谢谢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在我们营巴的书上面 封面上还说 教养成功不在于好学历 好工作 是在于 与父母有一生的好关系 所以祝福各位听众朋友 盼望我们 一起来努力 我包括 虽然我现在已经是阿嬷级了 可是我也觉得我 我也觉得我应该 有一个重新的调整 在我的家庭的关系当中 好 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边 然后祝福大家 真是祝福我们 都养出 这个一群是负责任的孩子 那祝福爸爸妈妈 也成为有负责任的父母亲 我们就在这边跟大家说再见了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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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